五十秒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次年喜宫月 在台湾要跟各位的好朋友们正式见面了 我们要非常地谢谢大家更支持年喜宫月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王后秦岚 邀请到了这个温宜或吴景妍 邀请到了沃恒徐凯 特别来到了台北 要让所有的朋友们不管是你们的现场也好 或透过你们的镜头都好 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么棒的一出戏剧 在十一月的五号 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十夜 在大大第一台首播 现在有个好朋友们 期待让你们近距离看到我们 就请到你们来到现场了 要欢迎王后秦岚 欢迎我们邀请秦岚来唱歌 以及欢迎魏英国吴景妍 欢迎臉 sewn 欢迎 欢迎 欢迎风格许凯 欢迎 美元开律 秦岚 Campan 王后秦岚 Amerika 我們請來這邊請 等一下 我們先暫停 不好意思一下 因為大家統一一起大喊 我真的聽不懂大家喊的什麼 剛剛有要特別為皇后晴嵐喊一下 是吧 來 我們幫你數123好不好 因為你數123 旁邊沒聽到她啪啪她先喊 來 晴嵐皇后這邊再來 1 2 3 重機重機 重在國際 驚嵐皇后來贏 我愛你們 好的 來 有沒有要對這個 音樂大喊的是不是 來 3 2 1 金色煎華 雲煎香水 吳錦妍衝眼 吳錦妍衝啊 是你們自己想的 特別可愛 好 來 為徐凱特別準備的 來 3 2 1 殺菌國之王 徐凱瘦瘦 好嗎 再見不鬆手 什麼 什麼東西不鬆手 不鬆手 不鬆手 是不是 不鬆手 不鬆手 所有的台灣的好朋友們你們好 我是秦蘭 真的非常開心 也非常的感恩 能夠在這兒跟大家見面 然後也特別特別感謝所有人對我們系的支持 然後希望今天會有更多的機會來到台灣 跟你們見面好不好 好不好 好 怎麼秦蘭本人講話也這麼溫柔 搞得好像我好像拿一個來的這個嬤嬤一樣 搞得我自己我要溫柔一點 搞得我自己我要溫柔一點 超會的 是嗎你啊 整個太入戲 剛剛她問我們說 今天這個我們這三位特別來到了台北 我們要讓所有台北朋友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也請景妍跟我們現場的好朋友們先問個好 好嗎 那所有的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見到大家很開心 昨天到了台北 是 一天兩天的日常都很滿 當然在很滿的工作中 都能感覺到大家的熱情是貼心 然後讓我們吃得很舒服 在工作中很開心 沒錯 對也感覺 因為覺得這次的先進會 也讓我們見到卡卡亞 見到我的王后 是 對 對 而且不好記住喔 你們兩個見過不公說還牽手 真的是 有嗎 沒有 我們都看到照片了對不對 很自知啊 太太入戲了 太動情了 好嘞 凱凱 我們可以叫你凱凱 可以 凱凱 台北的粉絲 你們好 我是徐台 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是 謝謝 我們真的非常開心 能夠讓所有台北的朋友 都可以近距離再看到三位 也問一下這個 王后請來 我們今天是一大早的班機 就抵達到這個台北 所以最近也是不是就是 在這個各個地方 飛來飛去啊 工作也挺忙的是不是 對 對 然後這次因為去美國有工作 我在美國沒有改革倒時差 我想 到的台南也很重要 我現在 中國的時差走 是 所以其實我在飛機上自己倒了個時差 啊 你們知道倒時差什麼意思嗎 當然知道 對 調了一下時差的時間 而且很可愛的是 我們剛剛 兩位一到午茶 用間的行程也排得很滿 在前兩天 我們工作人員還說 就是不要讓他們太累 因為今天要把所有的精力 留在晚上 要跟粉絲朋友們互動 對不對 好 那也要問一下這個景妍 那最近是不是有新戲呢 在這個接台 是時裝戲還是補妝戲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嗯 現在在拍一部時裝的 既然寫 是 對 也許會是青妝嘛 對 然後 想給大家看到我的 不同的感覺 是 努力拍 努力拍更多的戲 對 我覺得這是做演員的性 有很多不同的劇本 不同的時空 不同的年代 都能夠帶給大家 不一樣的特別的這個地方 好 來試看呢 是讓大家看到的這種 非常就是 不管是對軍王也好 或者是對身邊的人的保護的形象 還有沒有想要挑戰什麼不一樣的角色 都想嘗試一下 因為我現在拍的 我現在拍的是一部古裝 是 然後演了 人物性格是一個很 很無厘頭 很無下限的一個人 對 這也可愛喔 比較無厘頭的感覺 對對對 就跟富衡那種很深情 跟很穩重的樣子 是不太一樣的 呃 晚上特別大 對 也特別的就是讓 它是不是喜劇嗎 還是 差不多 對 很多喜劇的成分 對 所以我也很期待卡牌帶給大家 除了深情之外 和活潑逗趣的那一面 欸那個皇后 你是在下面一直跟他們 眉目傳奇 你知道嗎 對 我這邊那邊講話還 沒有 還挺可愛的喔 怎麼了怎麼了 那我覺得咱們來一次 要跟大家多多打招 對 因為我對其他有個非常 深刻的一個親切感 您是聊名人對吧 對 因為我爺爺奶奶都聊名人 真的嗎 所以我看到你就 有一種好親切的感覺 對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就興奮 興奮就在發抖 哈哈 我以為你看到我成本 對 我看你好高興 而且也會覺得我們今天 四個人默契特別好 我們都是黑白搭配 紅媒約好的喔 就是特別的有這種默契 帶給大家就是 要一起在那個劇當中 找到那種非常 讓大家動心 跟虐心的感覺 在這個部分 也要問一下皇后晴來 因為那在裡面 不管是有暗語之痛啊 或者是被自己的親信背叛 在那個整個過程當中 他的情緒轉折 有的對你來說 比較困難的地方 或者是在當下那個情緒 所以沒有辦法 立刻發洩出來的 譬如說哭泣啊 跟崩潰的時候 嗯 其實陸長榮茵這個角色 他就是一直在控制 對 他前大部分的表演 都是在控制 所以他很多內心的層次 內心是比較收斂的 對 那到他後面有 那麼幾場爆發的時候 我可能會 就著力在那幾場 是表達 但他又不會是那種 不能自己的崩潰 對 然後他的 即便是內心崩潰到極致 他依然還是有那麼一絲絲的尊嚴 對 但是這個尊嚴就堅守得很 很讓人痛心 對 可能就是他這一生就磕守成規的樣子 讓很多人也覺得很痛心 對 可能他最大的遺憾就是不能夠保護 他想保護的人 是 嗯 失去了自己想要的 點一切 嗯 最重要的是他的孩子 是 所以他最終反正希望都在陰落的身上 是 希望他能夠播出 嗯 自由 呃 該有的樣實 對 我們很疼奇裡面的皇后 我們也很疼奇現在現實生活中的秦蘭 怕你冷啊 我們給你一個tug蓋一下 好吧 好 來來來 有沒有人想幫秦蘭蓋毯子呢 但是我們沒開放這一題 這蓋毯子也滑了呀 你們也很可愛的 好 而且我覺得在裡面 我最羨慕最羨慕陰落的 其實是皇后看陰落的眼神 就是 怎麼樣可以在生命當中 得到一個從眼神就可以知道 我在這個人的面前 我只要做自己 而且誠實的做自己 就可以被人家徹底保護 我覺得這個是兩位在這個眼神傳達上 一個非常重要的感受 這是會讓大家覺得很動心的 其實陰落這個角色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也演出了 讓女生朋友們看了之後 很爽的一個感覺 就是 什麼樣的困難 跟什麼樣的算計 其實有的時候以前都覺得 我要忍啊 我不要去主動啊 幹嘛 但是你都會 不管是為了自己在乎的人 或者是為了就是 要懲罰一些惡人去做一些處理 這個是不是也帶一點陰落的角色 讓你覺得很過癮的地方 嗯 其實陰落她我覺得最特別和過癮的地方 就是在於她 黑白的零 裡面是非 因為她有個非常嚴格 對不是也很嚴格 對別人也很嚴格 對別人也很嚴格的一個世界觀 誰都不能超越這個朋友的方法 對 對 然後我覺得很珍惜的一點 就是她跟皇后的感情 嗯 就是皇后想要我活生自己的樣子 對 然後她一直在保護我 其實包括後期 我也是去想去實現皇后的這個方向 對 當皇后的方向實現了以後 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她還找到了 真正屬於自己的一個生活 和自己的一個方向 對 就是沒有寄託在 沒有任何人身上的 只是屬於自己的 對 對 我覺得聽了很多 我都會引起雞皮疙瘩 你看有人可以把自己的期待 放在別人的身上 而且是沒有寫人關係的 只是說我希望你活成最好的樣子 對她來說 也是一個人生非常好的一個句點 我覺得這個好感人 在這個裡面 在念的老師是野藏教你戲的 那還蹲半蹲教你 你可以比較撒嬌 念的時候你是不是也覺得 老師啊 又覺得她挺可愛 又覺得你謝謝老師的遲到 是吧 沒有啊 其實我很多撒嬌啊 或者怎麼樣 都是念老師學的 是 怎麼說 各有我的撒嬌方式 可不可以給我們示範一兩個 比如說跟台灣的觀眾朋友 我們咋個交的呢 哇 這個很難啊 那 一會我們都來一句嘛 要不然你學我好了 講到我也是老師 好不好 我們就跟大家說 台灣的朋友 謝謝你們 好吧 這個還好吧 這個好像還可以 好 那我們來假裝導演 Cue一下 來 5 4 3 2 Action 希望大家 謝謝你們 只有在那裡撒嬌 我覺得 可以 你在幹什麼 等一下 許凱哥說什麼意見啊 等女孩撒嬌 我覺得挺好的 挺好的 對 那個皇后有沒有來自 用你溫柔的方式撒嬌 我不太會撒嬌 你現在就在撒嬌 是不是有一點 我不太會撒嬌 挺可愛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們在這個片場當中 打打鬧鬧也是很有趣的一個感覺 對 這也挺好的 許凱是在等我要你撒嬌嗎 沒有 沒有 對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他延期公約的時候 尤其是他是夏天冬天 各個不同的季節都經歷過了 有沒有一個特別辛苦的地方 嗯 首先我覺得特別辛苦的地方 是因為有一些不可控音速 比如說 嗯 天氣 對 超級的 我們在拍的時候應該有 泳道啊 那些桶裡面應該有40多 快50度 快50度 因為它沒有遮陽處 它前面是石頭 對 然後地面也是石頭 對 所以就很熱 好 然後大家都很辛苦 真的就是那時候就是 補妝後來都不補了 對 就因為你補了妝 拍一個鏡頭又花了 是 就補了就花了對不對 就根本也沒有補必要的 不是辛苦的 對 但是冬天拍戲的時候 因為講話又不讓 有那個水氣跟霧氣 你們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給我們增長一下 對 可能有些人可能寒一個冰塊在講話 讓自己嘴巴熱氣跟外面的冷空氣 不會有那麼大的 你們會 導演會這樣要求你們嗎 我有一個戲是這樣的 真的 因為我們拍的是那個夏天 澳門的戲 就是生活在澳門 是 然後它沒有很冷的天氣 但我們是在恆電拍 是 恆電的冬天很冷 非常冷 就濕冷 然後一講話就會有那個哈氣 對 然後當時的導演就說 那種吃冰條 然後最後嘴都說出懷孕 因為都動不活了 對 都僵掉不活了 所以你看我們演員很辛苦的 但是辛苦是值得的 因為只要獲得所有觀眾活動我們的喜歡 我們覺得再怎麼辛苦 再怎麼熱 我們也就撐下去就熬下去了 好 那這一套呢 三位有些是已經來過了台灣 也見識過台灣的熱情 那徐凱也是第一次來到台北 希望我第一次來到台灣的徐凱好了 這次來到台灣 有沒有什麼覺得台灣好吃的 或许很期待大家跟你分享的 嗯 没有 因为我一来都一直在 一直在 就是昨晚结束了 我很想过来的时候 就不用做了